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聞大爆掛 首先會看到其實陳時中 是不是因為防疫 確實就是因為防疫 有31.2%的民眾認為中央政府有做好配套措施 52.2%認為沒有 這個民調怎麼做的呢 他是求證民調使用的是手機跟世話各辦 等於說各個區塊也都有 我們看到台北市的每一個區都有人接到電話 而且是手機跟世話是各辦的 你可以看到 超過五成的人是非常反對他做這些配套措施沒有做好 那再來呢 包含的是有49.2%的民眾表示是對於現在目前的防疫 台北市政府的防疫表現 是算是滿意的 36.6%認為不滿意 那再來是你目前買的到快篩試劑嗎 這塊是什麼 不清楚 沒有購買需求 但是 33.6%的人 他是真的要買 但是買不到 而實際買得到 只有18.1% 這是在6日12 這四天我們所做的一個民調數字 重頭戲來了 台北市長選舉如果參選的是誰 蔣萬安 陳時中 黃珊珊 這三個人當中 您希望有哪一位來做台北市長 我剛剛是不是說 讓大家非常的驚訝 蔣萬安目前 雖然是31.9%沒有錯 但是黃珊珊已經追上來 咬得很緊 25.8% 而陳時中這次掉到了 19.2% 等於兩成都不到 我們故意放在這張圖下面 您可以很明確看到 防疫表現做不好 也連帶讓他掉出了 20% 史上新低的民調數字 民哥 我想這一波 對陳時中的這個民調的 挫敗的反應 其實 只是暫時的現象 因為現在 大家對疫情感到忐忑不安 每天看到確診數字高漲 然後政府又 只會叫民眾自主應變 拿不出任何 能夠協助民眾的辦法 所以大家當然會 對他很不滿 特別是在台北市 這種區域 對陳時中不滿更強 所以呢 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我必須告訴大家 這只是暫時 他很快就會回生 因為 從過去歷次的 這種狀況都顯示 民眾的不滿都是一時的 你看去年死了那麼多人 死了八百多人 陳時中民調一樣很高 就這樣子 所以 千萬不要小看民進黨跟 整個1450他們817 怎麼樣去操作這個議題的 厲害的程度 所以我覺得 現在 他暫時會 掉下一點 非常正常 可是 第一個民眾很快會忘記 第二個呢 他很快就會把責任 推到誰 推到雙北市長身上 說都是你雙北市 守衛不利 其實今天你可以看到有人 我覺得好像是一位民眾黨的人 他提出來 其實 台灣現在 疫情真正最嚴重 反而不是在 雙北地區 反而是在 宜蘭 花蓮跟 基隆 特別是基隆 基隆好幾個千十米頭 五六個是 基隆 基隆的區域 但是問題是民進黨會不會提這件事情 他都不會提 那我覺得比較可怕的就是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你明明有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可以讓你去好好做準備 那為什麼他不做準備 你明明有時間可以去買快篩4G啊 可以去談兒童疫苗啊 那你為什麼不這樣做 我告訴大家 不是 陳時中是笨蛋 不是民進黨是笨蛋 不是因為這樣 而是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 請問一下台灣什麼時候 才能夠真正 整個擴散開來 疫情整個擴散開來 可能要到今年底 那你叫陳時中怎麼選 沒有辦法選啊 因為假設 大家想想看嘛 假設我們現在 兒童疫苗按部就班進來了 然後 假設快篩4G也按部就班進來了 那大家就這樣 一邊防一邊慢慢開放 一邊防一邊慢慢開放 隨便拖到9月10月以後 那陳時中還怎麼選 所以陳時中為什麼會選擇 所有東西都準備不好 然後啪一下就這樣 就開始開放 然後叫你自主應變 因為他急著要去選舉啊 因為如果不趕快讓你感染 不趕快讓所有的 程式都已經被攻陷 然後就可以放棄到最後把 防疫指揮中心結束掉 他沒有辦法卸下指揮官這個職位 但是問題來了 很多人就覺得說 哇你這樣做的話 你怎麼可能還去選舉呢 抱歉我認為他還是有可能選 為什麼 因為 當他一卸掉 防疫指揮官的 責任之後 第一個民眾很快就忘記 第二個 民眾 其實最容易討厭的人是誰 是地方 直接對我的人 比如說我家人要住院了 然後我在台北市我住不到邊 我就怪誰我怪柯文哲 我在新北市我就怪好友誼嘛 就是這樣 人都是這樣子啊 我不會再去怪 然後這時候也沒有防疫指揮官 你要怪誰 所以陳時中是想到了這一點 所以他急著要把自己 防疫指揮官的責任卸下來 所以故意讓這個疫情擴散掉 目的就是這樣 這是很明顯啊 不管的話 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他準備不好 其實剛剛潘建治講那個他說 莫德納 美國人自己不用 然後拜登都是打BNT 其實我告訴大家 這一次這個BNT 其實 兒童疫苗其實是輝瑞做的 不是BNT做 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他的 全球銷售權在輝瑞手上 不是BNT 輝瑞是美國的藥廠 所以不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而是因為他們故意的 你想想看如果 一批一批所有相關的這種防護車 都來的話我們慢慢按部就班慢慢解放 你要拖到民國幾年啊 所以這才是成人中最厲害的地方 可是現在我必須講 第一個這個民調是你們做 你們找人做 如果今天是3D找人做你覺得民調會怎麼樣 你自己去想想看 那問題是大部分的人會看到你這個民調嗎 不會 這不一樣找人做我們真的請人家委託人家去做 那人家是 找人做 你知道嗎 但是沒有錯啊 對啊 但是做有很多種解釋 對不對 那可是 現在 絕大多數的媒體被掌握在綠營手上嘛 所以到最後他只要找這些民調出來洗一下就好了 對啊 很多民眾馬上就忘記了啊 就以為陳時中聲勢是很強啊 所以我抱歉 你們得出來現在是一個暫時的現象 我不認為他會持續的 陳時中只要來選台北市 絕對是非常強勁的一個對手 冰哥其實我們有個網友叫Lead 他說他覺得你太悲觀了啦 我知道很多人會覺得我悲觀 但是 歷次 尤其是從蔡英文上任以來到現在為止所發生的事情讓我不得不這麼悲觀 因為他真的就是這樣發展啊 因為過去很多 你看起來民調好像一路領先到最後掛了一大堆 所以千萬不要單純的去相信民調 特別是這個民調還不會在其他媒體曝光 那就那就更危險因為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那剛剛主持人提到林佳龍哇看起來聲勢一下起來 抱歉這也是一次現象 這是相對於陳時中的一個反差 你不信的話之前林佳龍做民調為什麼都沒那麼高 他之前都輸陳時中 那為什麼突然之間是林佳龍最近做了什麼事情嗎 他突然當選好人好事代表F2老婆婆過馬路 沒有啊 他什麼事也沒做啊 那為什麼民調突然之間變那麼高 那是對陳時中的一個反彈嘛 反彈到他身上 他討厭陳時中可是又不想支持國民黨的人 就是民進黨的基本的鐵板 對 所以他就跑去支持林佳龍嘛 他們這時候是一種反差效應覺得說 不管怎麼樣林佳龍也比陳時中好 這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可是我必須告訴大家這也是一時的想法 而且據我所知林佳龍在台北市幾乎是沒機會 幾乎是沒機會 因為民進黨現在所有的態勢就是要拱陳時中選台北市長 所以林佳龍基本上 我甚至懷疑 這是不是林佳龍鼓動他的群眾做出來的東西 我都不曉得 但是 比較值得觀察的是黃珊珊為什麼會起來這麼快 其實你最近看到各方的民調 包括國民黨自己的民調都顯示黃珊珊起來了 那為什麼黃珊珊會起來 其實台北市最近的防疫也沒有說多好 確診的人數一樣很多 可是至少黃珊珊他身為副市長 他一直在第一線去面對這些東西 那也沒有去像一些政治人物在那邊講那些五四三的 他是很 至少是直接做事情不管做對做錯他直接一直不斷的在做事情 大家有看到 那台灣人是 不管怎麼樣你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我看你有在做事我多少都會支持你 那可是蔣萬恩最近在幹什麼 有人知道他在幹嘛嗎 大家幾乎都沒有聽到他的聲音 大家把問題丟回來給你說 所以在幹什麼 是啊 就是包括我都不知道他在幹嘛 其實我說真的 蔣萬恩最近有一件事很可以幹 就是 國民黨現在在桃園不是陷入一個僵局嗎 蔣萬恩其實可以主動去找 找誰 找志強嘛 他去找羅志強說 志強為了黨的和諧 我希望 我拜託你 回來台北市支持我 跟我一起選 這樣是我們認識的萬恩嗎 好像不是啊 對啊 為什麼他不能這樣做 那你覺得如果以 蔣萬恩原來的那種樣子 什麼事情都 感覺上像小馬英九一樣 什麼事情都不沾鍋 你覺得這樣子他 接下來選情不會出現危機嗎 選舉是一個需要人和的時候 如果你連自你黨內的人和都沒有的話 請問一下你要怎麼樣向 趕快拓山票員呢 所以我覺得 蔣萬恩會往下掉或是持平 然後 黃三三會起來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因為黃三三最近有在表現 有在復光 蔣萬恩沒有嘛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但是長此以往下去 的話 蔣萬恩就會開始出現危機了 所以蔣萬恩如果再不振作 這個民調搞不好還被反超 但是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民調反超是不是黃三三會當市長 抱歉我不認為 我認為如果黃三三民調起來越高 到最後就是兩敗俱章 就是綠的當市長 我絕不騙你 就是說黃三三這個部分 他是不是因為他真的是要夠紅 因為他中正區他也搶到了比較多 因為中正區大家也都知道 可能萬華中正比較稍微偏綠一點 吃藍又吃綠 當然您說這可能是一時的 再過幾個月 因為我們也知道民黨會選舉嘛對不對 但是這次真的是咬到已經史上最近了 那蔣萬恩真的有可能會像是 陳其邁一樣為了選舉突然變 暖男嗎 他有可能突然變成一個很狠的角色嗎 我覺得你剛剛提到陳其邁 我覺得蔣萬恩就要注意了 為什麼 陳其邁當年為什麼會把自己包裝成暖男 因為他領先超級多 然後對手韓國瑜當初是全世界都認為他不是個咖 因為他根本不可能選得贏 所以 陳其邁就想說我躺在那邊當個暖男 我就一定會選上 結果到了最後兩個月發覺情況不對了 趕快想要作為的時候來不及了 就掛了 那蔣萬恩要重蹈負責嗎 我覺得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吧 不要去 學什麼暖男什麼東西 他不能唱紅豆嗎 先不要 我覺得 剛剛介大使講的很有道理就是說 藍軍現在 是士氣一直在往下沉淪的時候 所以藍軍一直希望有一個 類似像 韓國瑜這樣的 能夠把整個士氣帶起來的人 那不是要一個 溫良攻撿讓的人 如果是溫良攻撿讓那種人 國民黨那一缸子每一個都是 對不對 那還何必要你蔣萬恩呢 是要一個能夠帶領大家 打仗衝鋒陷陣 然後把藍軍氣勢找回來的人 蔣萬恩應該要 齊許自己做這樣的一個人 而不是 還是學了國民黨那老一套 就是想說安安穩穩 我這樣 跟大家客客氣氣這樣就會當選 這樣是不會當選的 你看 為什麼 黃三恩在中正能夠贏 黃三恩理論上來講他以前親民黨 理論上來講一般也被歸列為比較偏攔 那在中正為什麼會贏 其實中正 其實過去 攔的不少 然後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中正萬華最近才要把 林昌佐弄掉 就弄不掉 弄不掉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什麼 國民黨自己內鬥嘛 不是嗎 那你會讓當地人也很不爽嘛 本來可以把一個 爛的立委把它弄掉了 結果弄不掉 結果是因為你國民黨自己人在扯後腿 所以 所以當地人會齊舉說那既然那麼爛的話 黃三三好歹也算是藍的 而且在去年疫情爆發的時候 中正萬華那麼嚴重 黃三三他一直不斷去看環南等等 黃三三是至少 他們眼睛有看到有在做事的政治人物啊 所以他們會支持他有什麼好令人意外 但是我覺得比較警訓的是大安啊 因為大安是傳統的藍營的 一個地方 如果連這個地方講萬華都不贏 那我也真的不知道他哪裡可以 我說真的啊 就他自己的選區啊 因為因為過去 你在 你在大安文山這個地方啊 基本上只要國民黨提名大概就是當選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只吃得到自己的那個中山中山嗎 我跟你講 中山其實 反而過去還國民黨不是那麼穩 你不要忘記之前王世堅在這邊當過立法委員了 所以呢 他現在如果在大安都這樣的話 我覺得他中山大頭也不會安全 表示他台北 台北市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那這一切都為什麼 我覺得他真的 他沒有給人家一個行動派的感覺 講萬華這麼年輕 他不是 沒有行動的能力的 他的口條也不差 你 人也蠻斯文的 長相也不錯啊 你要發揮你的行動力 然後要趕快抓議題出來打 那我知道很多人認為說現在時間還早 你太早出來的話 會被民進黨攻擊的對象 我覺得你想太多了吧 你認為講萬華是什麼時候會不成為民進黨攻擊的對象 他百分之百會啊 所以與其你要等人家來攻擊你 不如你先攻擊別人 我覺得要主動出擊啊 不要被動防守 被動防守的人下場 通常就會被人家打過 欸真的野兵哥 其實陳真宗也是很害怕 我覺得他是不是一直喜歡這個位置 是因為他下來之後 他就必須要面對排山倒海的指責力道啊 我 所以我必須講 他現在最苦惱就是怎麼樣很華麗的轉身 把防疫指揮官卸掉 然後讓大家能夠去指責別人不要指責他 其實你看 照理來說要做出三加四這個重大決定 應該是防疫指揮中心宣佈對不對 結果不是是總統召集會議 在總統府一頭開會 然後繞過防疫指揮中心去 去宣佈這個命令為什麼 就是要幫 陳時中解套嘛 然後到時候就可以講說 這不是防疫指揮中心命令 這是 蔡英文的指令 因為蔡英文現在也不用選舉了嘛 所以民進黨一直在算計這些 你們都不知道你們的對手是多可怕的話 你們根本不用去跟人家選舉啊 說真的拜託麻煩 仔細去想想看 你們的對手現在正在做什麼事情 不要關在自己的房裡頭當大爺 出來的時候被人家當乞丐 好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我們 旺旺雪神的微酸性電解次率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大約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 這一組 好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啊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的容量的霧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